是我的 人手一台平板 小朋友们体验一化学习 花龄县修林乡立图书馆 天真电脑设备 打算利用一化网路学习的概念 要让熟学中的孩子们 体验全新的阅读环境 除此之外 图书馆工作人员 也一同服务部落的族人们 以及学生们 希望达到资讯零距离 这个图书馆它里面 不仅是馆场最多 更重要的是 其中他要推动一个叫数位学办计划 也让我们的孩子 在偏乡 能够跟大学生 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读书 这样的一个馆 真的是对于我们偏乡 孩子来讲 有很多很多的注意 碰到什么问题 立即来替我们解答 会会会 他们很熱心 所以就很喜欢来这边 读书馆人员巡回校区 教导小朋友 使用平板电脑来阅读 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都非常开心 不方不方便 方便 为什么 会 好玩 好玩 那这样你学会了 回到家里会不会自己操作 会 有找到你想要看你的书了吗 有啊 有啊 那这样子你回到家里 会不会自己操作 会啊 那你会不会想要教妈妈一起操作 会 会 消防希望孩童将科技与智慧带回家中 减少城乡资讯落差 记者综合报导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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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